今天到了小朋友最期待的玩具大展 今天在世貿藝館正式登場了 最新的藍牙機器人可以用手機來操控方向 而今年最受歡迎的玩具就屬空拍直升機了 因為內建的攝影機可以一邊飛行一邊錄影 而且入門款一台2000元有找 小朋友一字排開大跳英雄舞 每個人都笑得好開心 因為他們最期待的玩具積木展正式登場 而今年最受歡迎的就屬這個 電影看見台灣引發了一股空拍熱潮 現在像這樣子一台迷你空拍機 只要2000塊有找 提技巧用了在空中翻轉 內建攝影機能夠邊飛邊錄 就算是初學者也能快速上手 每個360度方向都可以這樣 賣得好嗎 賣得很好 像我們一個展覽下來 我們大概兩三百台都有 最新型態的藍牙控制機器人 可以利用手機APP跟它連動 而且還可以在盤子上放一些簡單的物品 在小盤子上放東西 這個聰明的機器人也能自動找到平衡 用手機當搖桿就能夠控制方向 而且iOS和Android系統都有支援的APP 現場還有由7000塊積木組成的超級球星C羅 以及積木版的士族冠軍獎盃 各式各樣的英雄模型愛收藏 愛尋寶的大小朋友可千萬別錯過 記者王志文 周婷宇 台北報導 都沒想到 中文字幕——YK